這一棟木造的一個房屋其實是我父親生前蓋的 已經三十幾年了 甚至在稅券單位都已經認定它的價值是十萬塊以下 我想這是父母遺留下來我們繼承的 那在整塊一個農地的承租上面 我們也是依法承租 然後依歸去繳納相關的租金